好 二十节怎么样 就是有个那词 那个Y很难想象 在这里因为它是一个外来的字 Martyr Martyr这个字是这个训道者 因为宗教而受迫害的人 因为信仰而受迫害的人 我们都叫Martyr 所以Steven 斯蒂凡的故事是非常惨的 他是受 他是训道的 他是训道 所以他是很有名的训道者 因为宗教迫害 所以他去世的 我们叫 所以这个在圣经上是 很多人都这样子称呼他 MartyrSteven 所以也有 MartyrSteven MartyrSteven 就像你讲那个 那个谁啊 那个施洗约翰一样 有没有 Baptized Right John the Baptized 我们讲的时候 都必须这样讲 John the Baptized 不是什么John 不是扫马路那个John 不是倒垃圾那个John 他是John the Baptized OK 他是那个施洗的约翰 对吧 所以斯蒂凡最有名的 就是他训道 所以MartyrSteven 不是随便 隔壁的张三 对面的李四 那个斯蒂凡 而是他是训道的 那一位斯蒂凡 MartyrSteven 这个字 对 可以 这个字很重要 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讲到斯蒂凡 一定这样称呼他 嗯 一讲到这个斯蒂凡 就要 就要这样说 几乎很多人都这样 比如说 教会里面 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哎我现在跟你们讲啊 你们记得吗 斯蒂凡的故事啊 那 怕有的人可能搞不清楚什么的话 有的人还没有信主很久 不知道斯蒂凡的故事 Oh That's the MartyrSteven MartyrSteven Steven OK好 所以也有很多人 喜欢给家里的男孩子 取这个名字 Steven OK 老师 他写了个见证人 他没写那个训道 你的见证人 斯蒂凡 被害流血的时候 我不知道 You're MartyrSteven 这个是 Steven Martyr本身的意思是 这是训道者 训道的人 Yeah 可能他用 意义吧 意思来翻译 对 他对那些新人词 Martyr是名词 名词 它是个名词 名词 所以 the blood of 他的血 被流的时候 the blood of your mother Steven was shaved Shed Shed是流血的流 当你的这个 不能用flow 水才flow 雪流出来 不可以用flow OK 没有人的血 可以像水 我们中国人的概念 觉得差不多 都流嘛 流水 流血 流这个 流那个 但是在英文里面的话 the blood 要用shed 流血的流 那个动词 用shed 流一滴也是shed 流两公升 也是shed 那个血 大动脉割破 喷出来 那个也是shed 只要流血 就用shed 这个动词 好 老师 这个shed 是不是只能 用在这流血 这儿 流别的 就不能用了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可以shed 对 就是流血 没错 flow可以流很多 但这个shed 它只用在这儿 只能用这个 没有错 对 明白了 老师 我也在问一下 这个词 就是这个shed shed 本身在这里 应该是被流血 它这个 和它那个 原型 也是这个shed 没错 它是说过去 是过去分词 谁谁谁 通通是shed 现在是过去 是过去分词 都是shed 明白了 明白了 老师 在这里正好有一个 就刚才讲的 那个approve 和那个许可 这是正式的 在这个地方 是吧 对 好 加强一下 谢谢老师 OK 我take it back OK 有人说过 shaded tears 有人用眼泪 用shade 我还看过 用眼泪 OK 这个是非常 非常少见 但是他这样用 是有道理的 就是他形容 他的那个眼泪 是非常非常悲伤 就像流血一样 在写诗的时候 有人用过这样 但是一般很少见 一般这个shade 就是流血 所以如果我要形容 就是说 我滴下来 就是有点像 中国人讲什么 每一滴都是 伤心泪水 都是心酸泪 每一滴都是 我的泪水 每一滴都是心酸的 有没有 那种说法的时候 你可以用shade 的